美国空军的战斗机队这几天忙着彩排 因为台湾时间周一早上登场的美式足球超级杯 今年又找来他们进行开幕冲场表演 打到第56届的超级杯 今年将在2020年才完工的洛杉矶Sofi体育场开打 在比赛前一晚NFL也找来无人机 排出第56届超级杯的LOGO暖场 而且今年的超级杯对华人来说还多了个看点 他是池友俊洛杉矶公养队的安全位 今年24岁的他有着183公分和94公斤的体格 秋季赛写下81次情报 1.5次情杀和4次超级的成绩 尽管季后赛因为脑震荡缺席 不过池友俊也被看好 有机会成为第一位在超级杯先发出赛的华人 今年的超级杯将由池友俊的洛杉矶公养 对上欣欣纳提孟加拉虎 尽管赌盘看好在主场作战的公养 可以赢3.5分 只是佛州水族馆的明星海豚却大胆预测 孟加拉虎能拿下对史第一座超级杯冠军 T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